朋友们应该清清楚楚的记得 五年前了 将近五年前 2018年的时候 就是中美冒农战开打之际 特朗普时期 那么特朗普时期的这个美国副总统彭斯 曾经在18年的时候 在哈德逊研究所 不做过一次演讲 这个非常明确的喊话中国 彭斯演讲中说的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那句话叫 美国的目标是 美国的目标是 只要中国共产党 回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来 美中两国就能建立起正常关系 这是18年 彭斯讲话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18年时候的美国人的眼里 或者在彭斯和特朗普的眼里面 中国已经偏离了 或者说背叛了曾经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而曾经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是美中建立正常关系的基础和前提 就是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是美国人欢迎的路线 那么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 都有哪些内容呢 我们就邓选三卷的事 太多了 说不过来 我们比如说 就今天的一个话题 关于中美这个军力的问题 美国最近对于中国的军事发展的警告 从这个话题上 我们说说邓小平的 我们能想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在中国的军队建设中是哪些个方针呢 大家知道的就是 他做过什么呢 他告诉军队要忍耐 然后呢 削减军费 削减这个 这个这个 部队开支 然后呢 什么 百万大裁军 轰动全世界 一裁就裁了一百万军队 然后呢 让军队忍耐 吃啪啪啪怎么办呢 让你经商家 把那什么扎耶平 上将气的 执跺脚头 是不是 让部队经商 开了部队腐化 堕落的大门 然后 帕多拉匣子一打开之后 这中国军队 整个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中国军队到了什么程度 江泽民去世之后 很多人对江泽民 缅怀最多的一条 大家提的最多的一条 就是江泽民 痛下决心 在戴耀平死后 军队停止经商 然后 开始给军队建设补课 补什么课呢 补军被废驰 刀枪入库 将近十多年 将近二十年的历史欠债 整个九十年代 堂堂武昌之一的大国中国 整个九十年代 就造了两艘驱逐舰 一一二一一三 哈尔滨号 青岛号 现在回想起来 要这个辽宁舰出来之后 这个张昭中张菊座 为什么在采法的时候 穿着海浑衫 想起那个 那个去五岁月的时候 老泪纵横 想着那个 当年航母都不许提 你都不许跟中央提 航空母舰这个词 那么就说什么呢 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体现在军队建设上 那就是军队忍耐 然后大幅的削减开支 降低军费 然后呢 让部队腐化 堕落 经商 做买卖 然后军备废驰 裁军一百万 自费武功 让美国人彻底的放心 看到了你的 对美国人的 孝心和诚意 为什么提起 为什么提起邓小平这个事呢 彭斯的这个讲话呢 就是 就这两天 这美国的国防部长 台军大使 关于中国的军事问题 发表他们公开的喊话 爱迷彩的老鹰 这个号啊 这个 写了这件事 为中国辩护 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日前公开表示 说世界和平 正受到中国的威胁 他警告说 中国要停止开发 各种先进武器系统 美国国防部长 公开要中国停止 开发各种先进武器系统 美国的裁军大使 也跟他唱和 美国的裁军大使公开说 中国 应该向八十年代 大裁军那样 至少裁掉二分之一的军队 世界才能和平 我就是看到了一两句话之后 我就想起来了 我就想起了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 在军军建设中 那些个 京市之作 京市的大动作 你看 一直到现在为止 你看美国的国防部长 要裁军大使 说的所有的这些话 还都是 其实跟彭斯说的话 是一样的 就是中国要回到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上去 要回到邓小平的 所谓的军事战略上去 该裁军 你得裁军 你的武器都停止研发 就要停止研发 什么大飞机 运石 你什么 这个尖端军事科学技术 当年 多少军工厂 你看东北的多少军工厂 都变成了土匪窝 这就是美国人希望 所以你看 一直到现在为止 他们还怀念着邓小平的时代 中国应该像八十年代 大裁军那样 至少裁掉二分之一的军队 世界才能和平 跟国防部长和裁军大使 一唱一和 布林肯 布林肯也跟着表示了 布林肯说 只有中国停止研发先进武器 停止与俄罗斯的合作 美国才会与中国改善关系 否则 美国将在舆论经济等方面 继续打压中国 美国人倒是名人不做暗示 是不是 你看这话说的多明白 直接就告诉你 必须停止研发先进武器 停止与俄罗斯的合作 然后中美关系才能改善 否则我们就要在舆论上 在经济上 在各方面继续打压你 这个中国不回到邓小平路线上去 这美国人是 事不罢休 应该说 他这个文太长了 我就不分享了 我只不过 把他文章中 奥斯丁和蔡君大使 和布林肯的这几句话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结了 后边他说 美国发动多少战争 意义不大 那么他说 他说的这段话 分享一下 他说美国要求 中国大裁军的险恶用心 和目的是什么呢 这他做的分析 我觉得有点浅 他说 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 远远无法跟美国相比 中国的军费开支 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美国拥有世界上 最强大的军队 满世界的制造战争 就这样的一个美国 却污蔑中国军队 数量太多了 影响世界和平 这不是搞笑吗 还有什么 他说 美国总想通过金融手段 剥削压榨世界各国 他这说的就是 如今美国深陷金融危机 并一直想通过军事手段 来解决中国 抢夺中国改革开放 几十年的经济成果 那怎么抢夺呢 就是中国你不能 手里不能有东西 你有东西 你不能有好东西 那不好抢的嘛 他这个文章的意思 是这个意思 所以警告中国 要大裁军像八十年代那样 像大亚平时期那样 让军队软下去弱下去 就是跟美国拉再拉大距离 美国才好抢你的成果 什么呢 他说中国目前持有 3.13万亿美元的外汇 组成基本是美元 欧元日元英镑 澳大利亚元 等等货币 还有八千多亿的美元的美债 如果再加上中国企业 和个人拥有的海外房产 债券 股票 收购公司 港口 矿山等资产 中国在海外的净资产数量 估计在 14万亿美元左右 他说他说美国的精英集团早就对中国的这笔钱垂涎已久 但是呢又对我国目前的军事力量鸡蛋万分 因此就污蔑 解放军规模太大了 应该再来一次大裁军 然后呢 这个 让中国再来一次自费武功 自费武功 你这样的话 你自己自残自泪了 美国人就好抢了 这就像这个 这几年前这个美国那个 套口就这样吧 那不是美国的小男孩 不说吗 人家主持人问他 说我们欠中国好多好多钱 怎么办 小男孩说 我们就过去把他们都杀了 不就得了吗 就不用还这钱了 同言无忌 但是现在问题就是 这个中国现在不好杀了 是不是啊 这手里这家伙有家伙 这家伙越来越好 什么千二零啊 零五五啊 是不是啊 然后又是辽宁山东福建的 什么东风一七的 是不是啊 又什么 什么都有了 这怎么办呢 美国人就说了 不行 你得裁军 你得停止研发 先进武器 然后呢 我才可能跟着你好 否则的话我就整你 我就搞你 啊 那又回到 我们的文章的 我们这小视频的开头 就是 哦 用财经大使的话说 中国得回到八十年代 那样 像八十年代那样 大财军 那就像邓小平 那个 掌军的时期那样 财军百万 军队要忍耐 部队可以经商 哈哈哈哈 那才符合美国利益 但是 那才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 所以在这点上 邓小平就是千古罪人 好在后来 拨了乱 反了正 否则的话 这邓小平这罪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 那不就是 更加深重了吗 哈哈哈哈 在这意义上来说 这个 江泽民 是邓家的恩人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毛主席那句话 凡是敌人 反对的 我们都要拥护 凡是敌人拥护的 我们都要反对 祝福 祝福 中国人集团军 越来越强大 坚决不裁军 坚决不回到 邓小平的 反动路线上去 但是中华民族 就有 自己的未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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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